北市陽明醫院醫師蘇伊峰 修出感染新冠肺炎 康復後的肺部影像 肺纖維化嚴重 當事人現在無法脫離氧氣 他直言發生在自己同事身上 讓人難過 心疼護理師同仁辛苦 蘇伊峰替打第一劑AZ的醫護請命 說有的人等待期間就被感染了 求政府開放混打 AZ疫苗施打政府規定 第二劑必須間隔10到12週 但是在第一線打仗的醫護人員 要承受等待期的感染風險 比起一般人還要高尚許多 假如你AZ接下來混打BNT 其實呢就可以少等一個月 AZ後面混打這個 無論是BNT啊或者是莫德納啊 其實它產生的抗體的 都會是AZ打兩次 打兩次的大概十倍 第一波施打AZ的醫護 就怕等不到第二劑 基隆有兩位醫師竟然鑽起 健保卡連線漏洞 跑到接種站 想混打第二劑莫德納 當場被熟識的人抓包 他有單子我才可以打 有沒有 每一個都拿著 我們照明冊打針的 原來7月13號上午 兩名地方診所醫師來打針 衛生所主任發現是同業 問對方 你們不是已經優先施打第一劑 醫師回答想要混打疫苗 最後被誓破 我們會詢問中央 這樣是不是因為欺騙現場 在幫你施打的一個 施打的一個人員 這樣是不是有違反規範 醫師想混打被逮到 當然不可取 卻也突顯出醫護的焦慮 指揮中心有必要 檢視第二劑AZ疫苗分配 對於混打與否的定奪 更需要加快腳步 三日新聞林俊環 李生到五星話 基隆台北採訪報導 不過現在除了是醫護 他們很緊急的 很希望這個混打 趕快開放之外 其實也有一些長者 他們想要鑽這個漏洞 尤其在台中 已經出現了五名長者 成功的混打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原來他們是鑽健保卡的漏洞 原因是因為 在台中有部分的快打站 他們的健保卡系統 是沒有辦法連線的 所以沒有辦法 即時的做查核 他們就用這樣子的漏洞 結果呢 騙取了這個快打站的醫護 讓他們打了疫苗 之後才讓他們發現 警衆排隊等著打疫苗 但現行規範 兩劑都得是同一場牌 但在台中南投快打站 一位70歲老翁 接種AZ疫苗後 又去打莫德納 隔天到洗腎中心 發燒不舒服才被發現 前後有五個人闖關混打 原來是因為快打站 健保卡無法插卡連上系統 才沒有辦法掌握注射記錄 衛生局在上週 發現有混打狀況之後呢 變這個緊急來採購 這個讀卡機的相關設備 掌握圈瘋傳召戰守則 說只要隱藏接種黃卡 再把健保卡上的 接種貼紙撕掉 跑到沒有連線 健保卡的快打站 就能混打疫苗 連在快打站都有民眾 把貼在健保卡上的貼紙 撕下丟棄 但動機是什麼 不得而知 這幾天也都有一些闖光的迷惑 同樣是大型接種站的台北花博 插上健保卡也連不得資料 一時還差點被騙 現在花博快打站 改用手輸入身份證的方式 連接CDC系統 如果你沒打疫苗 系統顯示查無資料 但如果你打過 統統顯示在頁面中 想騙也騙不了 而在開業診所 插卡連上健保署系統 確實看不到患者 是否打過疫苗 但醫師也會再利用 CDC的NIRS系統 一查就很清楚 現在打的大部分都是 65歲到68歲 這個比較 這個區間的嘛 那如果不是這個區間的 我們可能就會 為什麼他現在才來打 我們可能就會稍微看一下 他是不是已經打過其他疫苗了 防止患者混打疫苗 出現未知狀況 醫師快打站 各有妙招 三十文件 我請陳佑柔 社會報導